主席 馬總統的這些言論呢 已經做到我們國人所期待的 捍衛中華民國的尊嚴 和對等 這讓我們可以 往前邁向一步 能夠在各項發展下 取得一個很好的開端 在野黨實在是沒有理由 不斷的傷害自己的國家 我們知道民進黨 在馬熙會還沒有上場的時候 就以各種假設性的議題 不斷的批評 現在馬熙會結束後 又說 蔡英文又說 這是剝奪人民的選擇 這一週來 民進黨呢 不斷的以馬熙會 所表現出來的各種 這個 非常良好的結果呢 不斷的用負面的言論來攻擊 這讓國際 國際間覺得非常的傻眼 這怎麼會是一個國家 共同期待國家發展的人 或者黨所能表現出來的這個行為態度呢 本席認為真的是夠了 我們都知道 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是維持兩岸現狀重要的基石 而這個基石呢 我們也看到 這個在那個Nonews裡頭 他有超過六成的民眾認為 九二共識 一定要認同 不認同的話 未來兩岸的關係 絕對會受影響 那麼蔡英文 你說要維持兩岸和平與現狀 卻又處處表現出不信任跟猜忌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這怎麼會讓所有的民眾相信你能夠帶領我們走向兩岸的和平與發展 那另外呢 你又說 我們不要剝奪人民的選擇 那請問一下 你們一定也知道 中國時報的民調 有將近六成的民眾 以及聯合報 有將近五成三的民眾 非常支持 馬總統到國會來做 國情報告 這麼大的一個民意的基礎 而且這是一個憲法賦予的一個權責 我們國民黨提出這樣的一個主 這個主張跟訴求 就是希望總統能夠來對全民 對我們立法院 將這個事情的始末跟成果 拿來做一個清清楚楚的一個報告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在野黨實在是沒有理由來杯葛 因此我們今天的提案 我希望各位在野黨的同仁們一定要支持 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絕對不能有任何的杯葛行為 尤其本席在這裡呼籲 我呼籲蔡英文 蔡英文主席 你千萬不要來影響你們民進黨 所有的立委的一個 這個自由的一個心聲 我們希望這個立法院 可以依憲法 來要求總統進到國會來做國情報告 以上 謝謝陳平安委員 請鄭立軍委員發言